好 什麼叫做我們要開始做應用 因為我們 JavaScript 的 Node 的部分 目前用來學習基本語法的部分 已經差不多了 那今天的部分講完之後 我們開始慢慢的往應用走 那什麼叫應用 我們原本做的不是應用嗎 其實也可以用啦 比如說你做那個翻譯的東西是可以用的 你可以把它拿來當成一個命令列程式用 可是 JavaScript 的真正用途 其實是在網站網頁這一段 它最擅長的用途還是在網站網頁 當然它也可以做很多其他用途 可是這是它的阻力 每一個語言幾乎都有它的阻力 那各位這一屆呢 可以說幸運也可以說是不幸 被我教大 所以呢 我們在各位一年級的時候 我決定使用 JavaScript 來作為第一門語言 但是你如果去問你們的學長 你去看問二年級的同學 學長我 JavaScript 不會 可不可以教我一下 我也沒學過 學長應該會告訴你這個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上一屆呢 是學 C++ 的 他們不是學 JavaScript 的 所以你去問他 他可能很可能不會 如果你問到大四的像林玉任他們 他們可能就比較會 因為他們有上過的網路程式設計 那門課我從頭 從 JavaScript 開始一直教教到網站設計 所以他們比較會 可是他們通常也不熟 也不熟 那前 昨天剛好有一個同學來問我 問我說 二年級的同學 他說 是那個 我不知道我的 C++ 要怎麼學下去 他說 那你現在在學什麼 然後我發現 很多人 很多同學其實都會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 他不知道到底 C++ 是做什麼用 他不知道 C 語言是做什麼用 但是他學了 接下來他就不知道到底我該學什麼 因為你最後一定要走到用的上面去 你才知道我到底要學什麼 那你沒有走到用的上面去的話 你最後一直在做練習題 你練習題會了 最後很多學校都是這樣 很多學校他做了練習題 會了去考 CPE 考 CPE 就是會得到說 你到底過了幾題之類的這種忙 然後呢 更厲害的就去參加 ACM 比賽 那 ACM 其實也是一個學術性組織 他那種比賽就是類似奧林匹亞 數學奧林匹亞的那種競賽一樣 只不過是城市領域的而已 但是這些比賽所解的題目都是一些 就是說考你臨場反應 考你對語言的熟悉度 考你整個很對合作的功力之類的 但是他都沒有幾乎都沒有走到用的這一端 那所以你如果今天要走到用的這一端 你必須要了解這個語言到底是在做什麼的 你才會走到用的這一端 那所以我昨天有發了一個文 給各位看一下我發的文 我發太多文了 所以我得往後拉一下 我發太多文言 我就是在搞 在哪 在哪 好像不是昨天 什麼我沒看到啊 這裡這裡這裡 因為有一個程式人雜誌的在下面 我覺得好像怪怪他 就這個 有同學說他不知道C++該怎麼學下去 然後我聽不懂 我其實一開始聽不懂 後來我發現 對啦他們就是做了練習題 但是他不知道真的C++和C在工業用在哪裡 有沒有人知道C和C++工業上用在哪裡 工業上 對 在整個資訊工業或者是電腦工業 軟體工業 軟硬體工業 C和C++其實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是為什麼 上一屆他們教的語言是C++的原因 但是 C和C++它是用來寫系統程式的語言 什麼叫系統程式 非常接近硬體的那種程式 通常跟硬體有關 可以用來寫韌體的那種程式 那 譬如說作業系統 你現在不是要用Windows嗎 你不是在用Mac嗎 Mac底下不是有一個FreeBSD嗎 不是有一個 不是有一個OS10嗎 OK OS10的底下還有一個FreeBSD啊 所以其實它是一層又一層 那 嵌入式系統 就是完全沒有作業系統的那種程式 該怎麼寫 你可以寫微波爐的程式嗎 可以啊 像微波爐裡面是有程式的 微波爐裡面是有程式的 你可以寫冷氣機的程式嗎 有啊 冷氣機裡面現在也有程式啊 對啊 那那種程式就很適合用C++來寫 再來 編譯器 主義器 虛擬機 這些都是系統程式 所以 那天問我 我就 我剛好在寫這一個雜誌 可能有人知道我在 每個月都會寫一本雜誌 這個是我下個月出的雜誌 像JSERV 學LubicJet的編譯器設計 因為他給了我們一個專案 我覺得好棒啊 這個專案超棒的 一定要介紹給大家知道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雜誌裡面 下一期 你如果學了C語言 你學了C語言之後 你要看得懂它這種程式嗎 那接下來你也會寫這樣的程式嗎 你才真的能夠進入C和C++ 大家的工業 否則你沒有辦法進入這個工業 你最多後來就是做練習題了 你要進入這個工業才是真正這個語言的用途 OK 那昨天我就問同學說 那你看得懂這一行嗎 我看99%的同學絕對很難看得懂這一行 那這一行到底是在做什麼 那個你看得懂你就有辦法進入這個工業體系 再給你看一個 其實這一行還不是真的那麼難而已 再進去你看看不看得懂這是什麼東東 OK 那如果你沒有看懂就代表你C和C++的功力不足 你要做到這種層次你就可以進入工業體系去做C和C++真正專長的事情 否則就變練習題了 OK 那這個是不是我們這一門課的重點 但是各位下學期下學期的最後三週我會教各位簡單的C 等到了二下的系統程式的開始我會教各位比較難的C 那時候你要看懂這個系統程式開始的C元進階的部分 你要看懂這種這種難度的C OK 這樣你才有辦法學到C和C++真正用途的地方 好 那暫時各位先不要去學 我的建議是各位先不要急著學C和C++ 為什麼 因為一次學兩種語言一定會錯亂 絕大部分我看到很厲害的人 他都只學一種語言 不是說這些人永遠只學一種 而是說他每個時期他只有一個主力語言 他不會同時分站在很多主力語言上面 這樣子就可以學得很好 所以我建議是大家暫時先鎖定在JavaScript上面 等到下學期我們開始教C和C++的時候 你真的有興趣你就全力把它學下去 然後就一路學 二上也繼續學 繼續學到二下 等到二下的時候我們把你帶進系統程式的時候 你就知道C++和C的在工業上的用途 所以不要急 不要急 我們會教導 你也不用很擔心說 為什麼學長有學我沒學 不用擔心 學得多 不是好事 在程式語言上面特別是如此 你專注學得經才是重點 剛剛有兩位同學早上又來找我 然後說他們是學二年級嘛 是學C++的 然後我發現他們對JavaScript完全一頭霧水 就算這兩個同學其實都是二年級很優秀的同學 但是他們對JavaScript一頭霧水 完全不知道那是幹嘛的 昨天那個同學問我說 老師請問JQuery是做什麼用 昨天是另外一個同學 問我說老師JQuery是做什麼用 我很難跟他解釋 他說這是做資料庫的嗎 資料庫查詢 他說不是 到底是做什麼用 他說他是用來查詢 HTML文件裡面的節點 這句話他很難了解 那個同學想把聖經做成一個網站 他們教會的 做聖經網站 我說這個可以用什麼技術 我說這個你只要用JavaScript做前端的網頁 基本上就可以做得出來了 原則上不太需要用到後端都沒有關係 你如果不要做編輯功能的話 不太需要用到後端 OK 但是我發現大家還是沒有概念 可是我們希望透過現在這一門課 讓大家直接進入到整個 網站開發的體系裡面 那你透過實做的方式 你或許原本的語法還有問題 沒有關係 當你一邊實做一邊實做一邊 做的時候你就發現說 我這個語法我基本語法不會 我覺得我對他不夠熟 回去再去看那個基本語法的部分 你一邊一來一往 這樣慢慢的你就會熟 如果我們一直在基本語法上面打轉 你永遠都熟不了 東西要有用 你才有辦法學會 你沒用的話你就沒辦法學會 所以我們這一門課一直到下學期最後三週之前 我們不會教各位C元 那只是為了帶入讓各位其他課程順利的一個做法 讓各位可以利用最後三週的C元去銜接其他課程 但是在這個之前我們不會帶入C元 好那我剛剛把我們的這些東西 已經稍微又改版的整理了一下 那我們上週上上週交到地毀函數 上週好像奇怪 我怎麼覺得上週好像沒什麼進度 而且也沒出什麼習題對不對 真的就奇怪 我上週居然忘記出習題 應該是要出習題的 不然各位會漏掉一週結果忘光了 漏掉一週有時候影響很大 你會把前面的東西都忘光了 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想辦法出點習題 否則的話各位一定會忘光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到底什麼叫匿名函數 這個我真的沒講過嗎 如果我講過請告訴我 一定要告訴我 否則的話又再重講一遍 我可以這樣寫對不對 我可以這樣寫 -ab sub-ab 那我就可以印出 a-35 sub-72 兩個的呼叫方法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兩個的呼叫方法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兩個寫法不同 一種是這樣 直接把函數名稱寫在function的後面 把函數名稱寫在function的後面 另外一種是 我先宣告了一個function 我再把這個function塞給一個叫做APP的變數 這兩種寫法在JavaScript裡面都可以 那用法也幾乎都一樣 但是兩種的意思 寫法的原理不太一樣 一個是我直接宣告這個函數它有個名字 另外一個是我先宣告一個沒有名字的函數 我再把它塞給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名稱就變成它的名字 那這兩個都可以執行 然後呢 這個我記得我們上禮拜講過 應該有吧 沒有人一向嗎 那JavaScript如果有參數的話 它參數的傳遞方式 基本上基本結構都是傳值的 即使是有像陣列這樣的東西 或者是字典這樣的東西 其實 詞作上面也是傳值 可是它傳的不是整個陣列的值 它傳的是陣列的指標 也就是說 最後 當你對 基本值去做修改的時候 在函數以外不影響 但你對物件的內容值修改的時候 在函數以外會影響 我這樣講 各位一定聽不懂 沒有關係 這之後用到了 你自然會有疑問 那這個上禮拜 我記得有同學一直有問到這個問題 我現在宣告一個sub 這個有點難 這個先跳過 否則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烏教不特定函數 我上一段應該有講過 不對 我不是對各位講 我是錄影 所以各位可能還沒看到那一段錄影 還沒看到那一段 對 了解 我一直覺得我講過 那 什麼意思呢 來 你看 我的參數 也可以是一個函數 現在我說 run fs 結果我互叫 fs 為什麼可以這樣 就是可以這樣 在JavaScript裡面 參數可以是一個函數 所以這時候我說 run mass.sin mass.sin mass.sin就是那個sin函數 在mass這個函式庫裡面 有一個叫sin的函數 我把mass.sin傳進去 再把四分之拍傳進去 這時候你注意看 這叫run對不對 這叫run 會不會太小 大一點 好 這個叫run 對不對 run是誰 run是他 run是他 所以當我呼叫的時候 還記得嗎 參數 是根據名字傳還是根據位子傳的 根據位子傳 所以現在mass.sin會傳給誰 會傳給f 四分之拍會傳給誰 x 好 mass.sin既然傳給f 所以現在這個f就是sin f就是sin 那x呢 四分之拍 所以他在計算什麼 sin四分之拍 對很好 這樣了解了吧 他就是在計算算也四分之拍 所以你傳什麼函數給他 傳什麼值給他 最後才計算那個函數的值給你 那這樣是不是變成一個很通用的東西 非常通用 你看 我只要傳什麼函數給他 傳什麼值給他 他就幫我計算完之後印給我看 那不是很好嗎 好像很完美對不對 那這種你看去執行 我們去run的時候他說 fs等於0.707 sin四分之拍就是0.707 沒錯 2分之根號2的樣子 應該是這樣 對 算以四分之拍應該是2分之根號2 對 好 那我們也可以 所以這種只套用在一個元素上面的 這種函數式程式不常見 比較常見的是像這樣 我套用在所有元素上面的 你看一下 什麼叫套用在所有元素上面 你看 這邊有一個each 這個each函數 它裡面有一個a 這個a是這個正列 array array第一個字母a 那f是個函數 ok 好 然後你看 我現在說each3456 我傳什麼 我傳console.log進去 這各位有些同學可能會覺得一點 詭異 好 我現在呢 說each3456 傳console.log進去 現在請注意 a是誰 a是3456 對不對 a就是3456那個正列 f是誰 f就是console.log 好 那這樣子進去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他說for var i in a 這個語法各位有沒有看過 有嗎 對不對 他的意思是說 對於a裡面的每一個 每一個 元素 那這裡的i會是什麼呢 以這個例子而言 它會是0 1 2 3 ok 它會這樣走 ok 也就是說對於這個 這個容器裡面的每一個元素 我先取它的所影值 但是正列的所影值就是0 1 2 3 ok 所以它i會是0 1 2 3 好 那接下來a i呢 舉個例子 i等於0的時候 a0會是什麼 a0會是3 對不對 a0會是3 a1 a1 a1是4 對 所以這裡都很正確 好 那f呢 f現在是什麼 console.log 很好 console.log3會發生什麼事 就因出3 就因出3 對 好 所以呢 這個程式最後會做什麼 對 這個正列的每一個元素 而且每一個列印一排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們就這樣子做 結果我們印的時候 第一段它就印3456 對不對 沒錯 第一段印3456 好 接下來這種函數 你套用不同的東西 它就會有不同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 一取一樣3456 但是我呼叫的不是console.log 我呼叫的是這個sine print sine print是什麼呢 sine print是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它會印出 sine x 等於 s的字 好 那這樣子它會印出什麼呢 你看一下它的結果 它印出 sine 3等於0.141 sine 4等於-0.7568 sine 5等於-0.9589 sine 6等於-0.2794 是不是感覺很好用 因為你本來應該怎麼講 每個元素你都要自己再去處理的 現在呢 我不用了 我就寫個一曲 它就把所有東西都處理一遍 對 那這種程式在JavaScript裡面很常見 是每天在用的那種程式都很常見 而且基本韓式庫裡面就有這種東西 OK 所以看一下 再回過頭來看一下這個程式 仔細看看 OK 把F作用在AI上面 然後呢 每一個都做用一遍 這個程式基本上就是做這件事 好吧 好 需要想想嗎 需要想我們就先暫停一下 past and d 嗯 past and d past and d 很好 很好 這個問題很好 past and d 就是說 我現在要印出的這個內容是個整數 OK 所以是 不是整數啦 就是數值啦 數值 所以我這邊要印出的是一個數值 那第一個past and d 他會傳x進去 所以他會印出x的值在這裡面 第二個past and d 他會傳max.sinx進去 所以他會印出sin的值 所以一個是x一個是sin 所以他就會印出sin 比如說3等於多少 sin4等於多少 就這樣一列一列印出來 那這裡有幾個 上禮拜好像有提過這件事情 person d是數值 person s是字串 person z是整個物件印出來 大概在node裡面 就會常用到的就是這三個 但是這種東西在瀏覽器裡面不能用 所以瀏覽器不要寫percent d 這個之後碰到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因為只有node有支援這種語法 好 再來呢 再看一些例子 我們現在在做類似的事情 但是呢 我一樣對這個a陣列裡面的每一個東西 我都呼叫fai 這樣他不是會轉過去嗎 對不對 轉過去 轉過去之後呢 我把它推到一個陣列裡面 這個ma現在是一個陣列 我把它推到這個陣列裡面 最後出來的結果就是 那個轉過去的值全部都放在一個陣列裡面 這個map的作用是這樣 我們先看他的執行結果就好 我現在寫了一個叫square的函數 就是傳回s乘s 就是s平方 對s平方 好 那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我說map square 31542 map square 31542 這會發生什麼事呢 他會把3的平方 3經過square這個函數的作用 square是平方 3的平方塞到陣列裡面 那就是9 1的平方還是1 5的平方25 4的平方16 2的平方4 塞進去 結果 他的結果會變成91 25 16 4 這樣而已 看得懂嗎 那我這邊是直接用加法把它印出來 所以他印出來的是字串結果 如果我用percentj的話 他會印出連括號一起印出來 好的 如果我今天是map max.sine 然後31524 他會把每一個的sine值 通通都塞到那個陣列裡面 結果會變成這樣 0.141 0.8414 0.8414 這些 然後 每一個 的值 都會塞在裡面 最後還是有五個 好 先看到這邊 這個部分 就是你可以把函數當成參數傳 然後呢 在裡面一個一個呼叫 還是先不要停 我們直接講完 講完再說 因為快結束了 最後 既然函數它可以當參數傳入 那我們 剛剛在某個時候 我們就會去呼叫這個函數 像剛剛的那個map 或者是剛剛那個h 都是這樣 在某個時候我就呼叫這個函數 我們也可以等 譬如說某個輸出路做完 我再去呼叫這個函數 那如果我們是做某個輸出路做完 再去呼叫 這種其實 不管是什麼時候呼叫 只要你有傳一個函數給它 它回來呼叫你 這種就叫做callback 回呼 回來呼叫你給的函數 這種叫回呼 在Node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它通常在輸出路動作完成之後 會回呼某個函數 而且這些函數 這種設計方法 大量的使用在Node裡面 那我們之後會再看到 大概 這一個callback 回呼函數的主題 我們想要講的就是這個 發生了怪怪的事情 喔 原來如此 要登錄 OK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是 匿名函數與回呼 請各位現在稍微看一下這個講題喔 那不是只有這篇文章喔 我們裡面呢 如果你待會看完了 你去看一下 習題 我怎麼樣寫一個程式做微分 怎麼樣寫一個程式做積分 那映射我們剛剛其實已經給過範例 亂述其實之前好像給過範例 所以今天的習題的重點就是 微分和積分的程式 請你寫出來 那當然我們其實好像已經把答案給各位 不過 你可以想一想自己會怎麼寫微積分的程式 各位上了微積分嘛對不對 正在上 對吧 微積分覺得很難對不對 很多人一定會覺得 微積分好難好難好 對程式而言 數值微分和數值積分 超簡單 一點都不難 一點都不難 三行程式就寫完了 沒有難喔 真的 三行程式就寫完了 微分大概三行 積分五行 就寫完了 OK 一點都不難 以數值的角度來看 微積分是很簡單的事情 一個就算斜率 一個就算面積 所以其實它很簡單 想一想怎麼做 等一下我們會再解答 你可以先看一下剛剛的文章